歡迎收看 周一到周五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我們今天要介紹兩位 來PK親子料理的來賓 今天上演的戲碼 可不是什麼兄弟戲牆的戲碼 而是夫妻修台 不是 我講錯 是夫妻對決的戲碼 趕快來歡迎是跟鴻哥 還有婉菲姐 哈囉 大家好 好 當然在營養的部分 就要交給我們的營養師 吳穎榮博士 哈囉 大家好 好 今天除了兩位藝人 應該說是夫妻 夫妻來PK之外 我們請到了四位可愛的小朋友 要幫我們當評審還有小幫手 我們來歡迎的是 Ryan Roy Masher 還有Gavin 等一下就要麻煩你們了 好 但是我是覺得 為什麼跟鴻哥或跟婉菲姐 今天會來PK 我還滿期待兩位今天 到底會是甜甜蜜蜜的錄完這一集 還是待會兒又大打出手 大打出手不太可能 因為他怎麼會是我的對手 你看他只有這麼大對不對 開玩笑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兩個呢 其實家裡的廚房只有一個嘛 對啊 所以呢 我們也曾經是 我以前你知道我小時候就是 在小學的時候就開始陪媽媽買菜 然後家裡做的菜我都是負責提的 因為媽媽當著爸爸的軍人 都在船上 你小時候肌肉應該就不會這麼大 沒有大 但是提東西就是沒有問題 因為男生嘛 然後一直提到國中畢業 我都是陪媽媽一起去買菜 然後媽媽每次回來的時候 就是會做菜我就知道 要吃什麼菜要配什麼樣的料 然後最後有時候 媽媽下班回來之前我就肚子很餓了 我就自己把一些菜飯自己弄一弄 很厲害耶 意思就是說你從小就會料理 對 沒錯 可是你們家的小朋友 面對一位會料理的爸爸 一位會料理的媽媽 但小孩子挑食嗎 我小孩出生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做過菜了 這麼幸福 真的幸福嗎 我覺得很幸福啊 因為我們做菜之後 本來以前是說 譬如今天要吃飯我們五道菜 我可能做兩道他做三道 對 後來他看我做法 他一直沒有辦法容忍 就說以後這樣 廚房你就不用再進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我做飯 因為他做飯很髒又很亂 什麼很髒又很亂 就是檢測三萬 對 他每次都把廚房弄得一段洗八糟 然後男人不就是這樣嗎 受不了 因為我媽媽做飯 是因為我媽是職業婦女 下班完之後 五點做完飯 六點要吃飯 一個小時要全部搞完 所以我們速度是非常快的 但你不能全部搞完之後 然後廚房全部都毀啦 沒有 吃完飯再好好整理就好啦 假設譬如說正常放飯時間 六點 對 你幾點繼續做 幾點就可以做完 五點做 六點就吃 那如果是晚飛咧 晚飛他就差不多五點做八點吃 需要兩個小時 所以他以前 現在當好一些 因為經過了時間歲月的經歷 慢慢越來越快了 對 時間歲月經歷 是魔鬼的訓練吧 你知道以前就是他那個說 我肚子餓了我要吃飯 然後我做給他吃 然後在過程當中他就生氣了 為什麼 他就發脾氣了 他就動不掉 對 你知道我們這個 他是那種沒有吃肚子很餓 然後他沒有馬上吃 他會爆炸的 像 我的兄弟們都很餓 他們沒到底沒有吃飯的時候 他們就會呈現一個 很需要告訴我們 他很像一頭野獸一直這樣 在旁邊 所以後來我為了 而且他做了不管好不好吃 我都會把它吃掉 這是一種愛的表現 另外一件事就是 後來我決定了不再跟他吵 因為他做飯 確實後來做得漂亮又好吃 你到底做好沒 我肚子很餓 你快一點好不好 你只要說他要做飯 我就先買一點東西吃 吃了之後 我就等他再慢慢做好的時候 我也肚子又餓了 就可以再吃了 所以就意思說 先在外面吃一點小點心 那回家就直接吃正餐對不對 再吃正餐 那趕快你來抱怨 但是我們生了三個孩子之後 我速度就變快了 沒有辦法 因為小孩更等不了 好啦… 但是你換一個角度來想 你娶了一個好老婆 又會做菜 長得又漂亮 你就在那邊等就好啦 你偶爾先去外面吃點別的東西 回來再吃正餐就OK啦 當然 現在當媽媽真的很不容易 那在我們家當媽媽更不容易 他很要求健康 所以他要求我做無油無鹽 無什麼沒有味精的食物 但要好吃健康 好那我每天要想做給他吃 對 小孩呢不能讓他挑食 蔬菜水果都要讓他吃進去 你好舒服 然後你要做到那些食物 他們吃重點還要漂亮還要可愛 然後他們還要覺得好可愛喔 我要吃這種 那不過今天邀請到兩位要來PK 當然營養的部分 就要交給我們的吳博士 不過在這之前呢 我們要來關心一則新聞 你知道台灣人的腸道 其實感覺好像滿不健康 而且我們老化的速度很快喔 到底腸道老化會造成什麼樣的症狀呢 搞不好會讓你老得很快 來看一下 電力問題困擾全台500萬人 您的腸道健康嗎 看看這位38歲楊小姐 一便祕就是20年 如色卡卡幾乎成了每個禮拜 必經的一兩次痛苦時刻 當然會很痛苦 因為一直上不出來 那甚至有時候會出 因為我不喜歡喝開水 然後比較喜歡喝有糖的飲料 然後喜歡吃零食 一項腸道年齡調查發現 15到59歲的青壯年 七成有腸老化問題 平均長年齡比實際年齡高出11.3歲 請你先吃三份的蔬菜 兩份的水果 然後請你坐席 不要那麼的緊張太忙 當你有變異的時候 千萬不要忍住 長期下來的話 就可能造成大腸癌 那也可能說造成大腸癌氣勢的發生 包括分辨肝硬 顆粒狀 或是很難大出來 排不乾淨的感覺 都可能是便祕問題 醫師提醒 多蔬果 多喝水 多運動 將是阻止腸道老化的 我們以前不是有一句話說 歲月催人老嗎 現在可能要改成 便祕催人老 如果說你有便祕腸道 又不健康的話 感覺你會老得比別人還要快 但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要鎖定在糙米 到底糙米跟便祕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 的確是那個腸道 如果說它會便祕的話 如果變成那個糞便會在我們腸道 然後一直吸收糞便裡面毒素 所以你真的會看起來會比較老 真的 對 的確是會這樣子 那我們都知道說 纖維來源是蔬菜跟水果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我們正常人 吃多少蔬菜水果好 就算你盡量去吃 吃到五份 七份 其實都還沒有辦法達到一天的 膳食纖維需求的量 真的不行嗎 我們都已經感覺要很努力 吃很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說 要說服人家說 從主食開始下手 主食不要吃金白米 金白米就好吃 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我就是死小孩沒有錯 因為金白米的話 就沒有說它的一個膚皮 就是纖維全部拿掉 只是它裡面的 那個碳水化物的部分 你知道嗎 糙米 就是糙米的話 它的膳食纖維 其實比大部分的蔬菜水果 還要來個高 真的啊 對 所以如果說 你從主食下手的話 可以大量的提高 我們膳食纖維的攝取量 因為糙米它本身 還有各樣的維生素 也非常的豐富 都是比白米好很多 所以像我們幫助人家減肥 一定是吃超美 Gi值也比較低 對 它的Gi值比較低 碳水比較少 然後再一個就是 你們兩個今天都可以 加入營養式的行列 他們現在是專家 因為我是專門幫人家減重 所以我們對這個美食跟營養 也要非常在意 所以他剛剛講的這個就是 透油脹的一個方式 其實剛剛你講 因為會煮得不好吃對不對 所以超女飯一定要想辦法 讓它盡量的好吃 問題是它外面 就是有一個殼的感覺 所以吃起來口感就不好 要煮軟一點 要煮軟一點對不對 因為一般不會煮 你就會覺得 你好像在嚼一顆一顆什麼 對 這真的就不行 我們今天真的是請對來賓 因為這兩位來賓 對於糙米 他們平常在家就煮糙米的 所以糙米飯要煮得好吃 有秘訣的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要好吃之前 你要在前一晚要先泡 泡水 前一晚就要先泡 泡一個晚上 然後隔天早上你就煮 煮起來 你晚上下班回來你就可以吃 那個糙米飯就跟白米飯的 口感是一樣的 我印象我們剛開始吃糙米飯 多少年前 就煮完之後 真的是沒有泡水這樣煮起來 大家在吃第一碗飯的時候 我的媽 我說你這個 不要說我已經是很願意配合吃一些 可能營養但是不這麼好吃的 但我說我真的吃不下去 總覺得太硬了 不是 你看我第一次吃到糙米飯 也是因為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然後沒泡水吃的時候 我以為我自己是那個滑滑雞 你知道嗎 就感覺是在吃骨類的感覺 你覺得怎麼搞的 我們怎麼要弄到自己吃的那麼難吃 而且你覺得菜跟飯是 沒辦法融合在一起 對 到底我們平常在家庭裡面 如果真的還是很喜歡吃白米的人 都怎麼樣去調配分量 我覺得就像小孩換奶一樣 你大概從三分之一的糙米 先放進去 然後慢慢一半 然後慢慢三分之二 然後全糙米 因為可能 你一下子說從這一碗金白米 昨天是金白米 今天要叫他吃 糙米大家會受不了 會抓狂 所以你這樣慢慢換 有時候還加別的 還加紫米的還加什麼 對 對 我們要加藜麥 藜麥 對 越加越多 很棒 但是我們待會兒 在煮菜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請營養師來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市面上 除了糙米之外 還有什麼五穀米 十穀米 還有你剛剛說的藜麥 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們待會兒可以再來細聊 不過既然今天 兩位都對糙米很有想法 到底今天庚洪哥 公安妃姐 要帶來什麼樣糙米的料理 來PK呢 來 庚洪哥 我帶來這個 糙米南瓜蒙布朗 聽起來味道 就非常有歐洲的感覺 對 而且用甜食片 小孩最厲害了 事實上當然就是 這個配合很好的食材 再加糙米飯 他就不會覺得這個東西難吃 他會覺得很好吃的甜點 重點是 我剛剛一看到圖片 我就想要選這個 對 但你要能不能做到圖片這個樣子 還不一定 對…就看你的功力 那就看你的功力 好 搞不好這個比圖片還棒 不過現在呢 能夠一手搞定三個小孩的 晚菲姐也不是省油的燈 要帶什麼跟你老公PK 糙米鹹餅 一個鹹的一個甜的 對 你看 在外觀上面差別就有點當 比較夜市的 我覺得以外觀 我覺得以外觀上 小朋友會選這個 我是歐洲料理 他就夜市的擺盤 你趕快講一下這個 對啊 但是呢 它的口感呢 跟吃下去感覺非常好 而且最後呢 我還有一個殺手劍 在做完之後 我要讓小朋友讓他自己 妳現在還可以不用講 妳可以殺手劍 到最後再來使出來 對 所以等我殺手劍使出來之後 妳就輸了 真的 雖然這看起來現在很像是 迷你版的菜脯能啦 但是 不曉得等一下做出來 會是什麼感覺 我們趕快來進入今天的 明星料理 好 首先呢 是跟洪哥先上場 要做的是超米南瓜萌布朗 那派了兩位小幫手給你 分別是Ryan還有Roy 兩位小幫手 Are you ready Ready Are you ready 但是還沒要拿喔 要拿的時候才夠喔 還沒要夠喔 我們是一個非常強的團隊 好嗎 今天你要成為小幫手幫我喔 OK 給你飯 來… 還沒 還沒要去嗎 還沒 還沒喔 不要急喔 到底今天跟洪哥 用了什麼食材呢 我們來看一下板子 超米南瓜萌布朗 今天用的是 南瓜200克 糙米60克 豆漿30克 海鹽一點點 以及南瓜種子4粒 哇 把南瓜種子都用進去 我想這個營養師應該會覺得很不錯吧 不過一開始呢 我們是不是要先請小幫手幫你 對 小幫手先幫我選一下食材 來 看著我而已 我們現在要選的很重要一個 就是南瓜 南瓜長什麼樣知道嗎 知道 很好 就是 跟西瓜長差不多 那那個就是圓圓的 妳手比這樣是什麼意思 蘋果 這是蘋果還是南瓜 南瓜大概有這麼大一顆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就是豆漿跟糙米 豆漿 知道嗎 比比還要大沒錯 對… 很好 OK 好 來 Ready Go 好 來 Ready Go 對 南瓜跟豆漿就對了 對 豆漿 豆漿… 對… 整盒要拿過來 整盒 還有糙米… 糙米在哪裡 對 OK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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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回來 Good job Good job 好大的力氣 我的男生就是這樣 看以後真的可以練健身 真的 非常適合 我剛剛有教她 她說她要把我倒起來丟出去 她有試著要抱抱看 在這過程當中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要先把南瓜 這個切開之後煮熟 然後再來把皮扒掉 就會變成 南瓜泥 就加點豆漿 但這樣最主要就是這個南瓜 要進去裡面打 譬如說這南瓜蒸熟了之後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 一點點少許的豆漿打進去 那當然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OK 知道要記得喔 這個名字要講給你媽媽的爸爸 如果你要準備南瓜 如果是栗子南瓜 那是最棒的 對 因為我們現在拿來做甜點 是 所以我們最好的就是栗子南瓜 大部分做甜點都是栗子南瓜 栗子南瓜 對 那像這個呢 這什麼南瓜來著 聞聞看 這個 一般台灣的南瓜呢 它就比較不會到這麼甜 對 品種不一樣 對 就沒有辦法到 但沒關係 大家可以從這個當中 找到好的栗子南瓜 就可以做成甜點 沒有錯 不然就變成鹹的一個小甜 小鹹品也可以 甜菜也可以 營養師 如果南瓜品種這麼多 可是營養成分其實差不多吧 其實水分不一樣的話 它的熱量會不一樣 其實相對來講 這種南瓜熱量會稍稍低一點 對 栗子南瓜 可是問題是你在做甜點的時候 你這個甜點就是要甜 對 那它本身的糖分不夠 你可能又再加糖又一樣 對 這樣更不健康 你反而是應該是選擇 它本身比較甜的南瓜來做甜點 所以栗子南瓜其實本身比較甜 水分比較少一點 是 你知道為什麼跟洪哥這麼爽嗎 因為他覺得他今天是要做那個甜點 然後他今天選用了這樣子的南瓜 不是栗子南瓜 所以他覺得他有點吃虧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個成為一個好的廚師 他就是要應變能力很強 對 OK 我就看你怎麼應變 對 好不好 OK 所以就把這個倒進去好不好 交給你們 來喔 你幫我把這個倒進去裡面 小幫手 你們一人拿一個 你倒豆漿好不好 OK可以嗎 小心喔 拿好 在家裡沒有常打破東西吧 OK 來 OK 對 加油 南瓜它是 南瓜晒子纖維也很高 它跟等一下那個糙米會相得益長 對 其實南瓜本身這個呢 就是我們自己非常喜歡吃的一個 健身 養生的好食材 所以這是健身的也會常吃 也會常吃 南瓜 地瓜 玉米 都是我們還滿喜歡吃 尤其南瓜它這個食材很棒 很多糖尿病的人 它不能吃很多甜的瓜 但是這個它就可以吃 南瓜也算是DGI的一種 低生糖尿病 對 好 然後你剛剛已經把豆漿加進去了 對 有加進去 去你 還有單手抱小孩耶 我抱你 不是 他是叫你弄這個啦 不要不要打 pilot sky我幫我打你 好 快離開 對 乖ES 妳啦講 naturale 我叫他腳踏硬嗎 對 他在打你 這個溝通有問題 對 我們現在還沒有默契 好 OK了 好了 你打我還是說我拜託你 好了 可以嗎 關起來 好了 你免你了 這個聲音很厲害 像摩托車要挑釁人家的感覺 OK 所以你把這個弄好之後 很簡單就是把它倒出來 南瓜它本身的蛋白質沒那麼高 再加上一點豆漿 然後後來增加蛋白質含量 弄完之後最好就是把它 先冰到冰箱裡面去把它冷藏 然後更這個擠出來的時候 更有點像奶油的感覺 就可以擠我剛才講的這種 比較花樣成型 當然就是先要冰了 所以我們最後一定要有 已經弄好了 我這邊先示範一下 好 那你下次不能再亂打人 我剛剛是叫你要久 你就一直打我 沒有 你跟他溝通有問題 你跟他講這樣這樣這樣 他以為要打你 溝通有問題 是不是 是這樣子嗎 對啦 好啦 那我們這個待會兒 我再告訴你們 這也可以讓小朋友 跟著你一起來擠這個東西 好不好 OK 好了 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現成一個擠花袋的感覺 對 有點這樣子的感覺 對 對 把它擠到這裡下去 好 然後把這個綁一下 這個要剪開 對 你怎麼那麼聰明啊 你怎麼知道 要擠喔 對 當然要擠 你看好玩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它就是這個 我們可以自己料理 對不對 然後這樣擠 你看到這裡了沒有 對 它這是不是到底下有一點那個 對 那這個不要 剪得不要剪得太大 這樣你比較可以好好擠這樣子 是 那當然還有糙米飯 糙米飯拿拿 好 糙米飯 糙米飯呢 這裡 它需要加一點點的海鹽 糙米飯在海鹽 糙米飯在海鹽 因為糙米飯本身像 這看起來就不好吃啊 怎麼會不好吃 看起來是不是 看起來 我是小孩 這這種習慣性 對 因為我們大概不會讓它看到 糙米飯 你知道嗎 它會在這個南瓜的底下 就是稍微加一點點海鹽 好吃 還沒吃 還沒吃 還沒 你不要聽這個阿姨的 她都會有便秘 你要小心 對 哪位阿姨便秘 她說你啊 我是姐姐 好 妳也加一點點是不是 好 這樣 我們把它攪拌一下 妳也可以加一點 不要一直加 好 好 太多 謝謝 太鹹了 大含量太高 叔叔在健身不洗肌 我們用這個 把它放在裡面壓一下 壓一下 這個呢 要不要 等一下 我知道 妳有沒有看到 是我在座 妳在那邊一直插嘴的 旁邊這位碗飛 她已經動不動在旁邊 她已經受不了 妳把那個肉質都去壓一壓 趕快 快點 妳看 錯了 錯了 對啊 我一直在幫她收東西 她的飯就黏在她的手套 妳搓了 這時候我會把手套脫下來 妳手洗乾淨嗎 因為我已經洗乾淨手 然後我也不用再動到手了 接下來只要做這件事情 那妳剛剛為什麼 我就不用那個壓就好了 對 我就沒有 待會兒壓 倒完之後再壓 她就是這樣啊 妳知道嗎 她就是不愛聽人家的建議 什麼東西 什麼叫不愛聽人家的建議 她就喜歡這樣 不要淘汰一下已經開始了 已經開始了 要做成一個 妳看看 快完成了 好 我跟妳講 接下來就是什麼時刻 妳要把她壓緊 她沒有成型好嗎 妳再壓 評審 評審是小朋友 可是她那個很鬆散 對啊 她要想擠了 待會兒妳要不要擠 妳要把她壓得跟你肌肉一樣緊 好嗎 我跟妳講 妳看好了 妳就要解釋她就聽得懂 她現在她坐起來已經緊了 還滿緊的 沒有啊 感覺很鬆 要這麼緊幹什麼 對 那妳肌肉黏得那麼大要幹嘛呢 因為我運動能力很強 對 不能 不要碰 沒有什麼 妳看這位太太又不由自主地站起來了 緊張 緊張 妳在當時 飯放在裡面 然後妳就把它壓緊一點 然後再扣出來就好了 然後再扣出來就好了 妳知道嗎 不是 婉媚姐妳今天要原諒嗎 要開始吵架了 不是因為她要跟你PK 妳就是她要做錯 對啊 我剛才已經在裡面 已經把飯壓緊 但妳發現妳以為倒就倒得出來 還倒不出來 不然妳現在弄弄看看 倒不出來 算OK的 我還要再弄一遍 我好不容易已經弄緊了 先這樣可以了 OK的 好 那我們現在用剪刀 把這個剪開來 好不好 剪刀 好 來 你看 這個哥哥把這個剪 可能剪一點點 這話我剛剛在三分鐘前 你就讓她弄很大 妳很奇怪 就讓她輸 妳就讓她輸 會怎樣呢 妳知道 妳知道我很矛盾 對 我知道妳很矛盾 哥哥先來示範一下 好不好 先示範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先在這旁邊這樣子 妳看這位太太又 倒沒掉 又再起來 妳為什麼就不讓她 恢復她原來的樣子呢 蘑菇朗 對啊 為什麼要弄成變花呢 因為呢 她這個呢 因為她這個 妳先試試看 我試了 我擠出來就曉得 這不一樣啊 沒關係 因為我想要讓小朋友弄 但這打得如果不夠吸 就不行了 妳看 她就會擠不太出 好嗎 妳要輸了 妳不是評審 沒關係 妳等一下 忙就來了 妳看 我覺得太好笑了 不如就趁著跟洪哥 現在在念那個南瓜的時候 我們來分析一下 今天用的食材 跟營養成分 其實她這個 這一道食材真的很棒 就是對於小朋友 腸道很好 膳食纖維真的很足夠 而且南瓜本身是非常好的 抗氧化的東西 對 它有一個叫 敷光肝胎的東西 聽起來好 好複雜 很複雜 對 先不用管 反正它就會讓我們肝臟的解毒 酵素活性增加 不管說大人小孩 都可以排毒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到底是 這道料理到底是什麼道具 小朋友像在擠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用力比較 沒有辦法很均勻 所以有時候會很少 然後一下又鋪出來太多 為什麼要鋪這個字 因為你看 我告訴你 這道菜成功 他就叫蒙特羅是不是 不是蒙特羅 蒙特羅 蒙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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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成功變什麼 就是吉伯 吉伯 吉伯 他們小朋友其實自己煮 自己在那邊弄 弄完長得再醜 他們都會吃 他們會覺得很好吃 他們吃但不一定會投給他 真的嗎 是喔 對… 我幫我再剪稍微大一點點 這樣裡面比較不會擠不出來 你可以讓他們玩一下 我們就可以直接看成品了 好不好 好 好 那營養師幫我們講一下 這道料理它的營養價值 對 像南瓜跟糙米都是非常好的 顴骨根筋類來源 給我們非常好的澱粉 對 那它是一個很好的點心 可是它沒有辦法 光這一道的話 沒有辦法把它放在那個主食裡面 對 對 那因為平常的話小朋友肚子餓 點心可能就是餅乾 麵包 是 這一道遠遠剩餘餅乾跟麵包 了解 因為它都是源泰的食物 纖維又夠 對 那假設呢 我們想要把這個東西 爸爸媽媽媽想要把它當成主食 我們還可以加什麼東西進去 可以 因為這個它就可以代替一碗飯 對 那我旁邊可以來個什麼烤雞肉 就是蛋白質 了解 對 或是來個水煮袋也不錯 也可以 然後再加個蔬菜 因為蔬菜其實這樣太少了 蔬菜 然後譬如說再給它一杯 譬如說牛奶加水果打成的飲料 蔬果汁 對 這樣就非常的均衡 另外一種方向就是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南瓜跟糙米 一起來打 打成飲料 打成一種顆的飲料 其實也很棒 然後你再加一點點 豆漿可以再多加一點 沒錯 他剛剛講其他的蔬菜 或是加點堅果 打成堅果 剩一顆水果 打成一個甜品 那感覺就是你會吃的 對不對 尤其你知道小孩什麼時候 可以這樣做嗎 就是萬一他得了那種什麼 腸病毒 他不是整個喉嚨會那個 他會吃不下一般的食物 就用那個來喝的 了解 他覺得涼涼的 對 就是豆漿加糙 加糙 加南瓜 加些堅果 就是一杯很好的飲品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成品好嗎 這兩盤差滿多的 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 告訴我們說擠花袋的重要 對 這擠花袋不能弄太大口 對 你一定要是這樣 晚霏姐 你看是不是會覺得很生氣 你贏了… 沒有啦 沒救了 好 這就是跟洪哥今天救你一命 怎麼樣… 你知道怎麼樣 這樣你會這樣心目中可以加分多嗎 怎麼樣 你把這個剪掉 然後呢 這樣把嘴巴打開 然後再擠 這樣夾嘴巴你… 不要鬧了 好 這就是跟洪哥今天做的南瓜萌布朗 接下來就換晚霏姐上場 好的 接下來就是晚霏姐要做的 糙米鹹餅 是 好 今天我幫你邀請到了兩位小幫手 分別是Gavin還有Rachel 哈囉 小幫手你們好啊 你們好 待會兒要幫我好嗎 好喔… 好 今天這個糙米鹹餅要用到哪些食材呢 我們來看一看 分別用到了糙米飯一碗 中筋麵粉四分之一杯 紅蘿蔔一根 洋蔥一顆 高麗菜四分之一顆 花椰菜半顆 蛋一顆跟鹽室亮 準備的料理食材好豐富 跟剛剛哥宏哥完全不一樣耶 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發明這道食物的原因是因為 小朋友不愛吃蔬菜 他不愛吃什麼就放什麼 對 對不對 因為小朋友一定要把它弄到全部攪在裡面 然後所以今天這次我是選紅蘿蔔 綠花菜跟洋蔥還有高麗菜 那其實呢平常你在家裡面 其實你家裡有什麼菜你就放什麼菜 你也可以放青椒啊 青椒會不會太大挑戰了 小朋友不吃青椒你就放青椒 然後呢不吃洋蔥你就放洋蔥 不吃紅蘿蔔你就放紅蘿蔔 不吃青椒菜 你就放青椒菜 然後結果結果他那道料也就不吃了 媽媽生氣不吃什麼你就放那個地方 所以你要藏得很好 他完全吃不出來 他做完之後那個味道他是吃不出來 有那些菜的味道的 然後呢因為有了蔬菜對不對 你要需要有一個蛋白質主食 對 那通常呢我今天用的是這個鮪魚罐頭 鮪魚罐頭 然後我通常在家的時候我可能就會用鮭魚 用鮭魚煎好之後然後把它放進去 了解 對所以你要想要給小朋友吃雞肉 或者是吃豬肉豬絞肉的也可以 你的蛋白質可以你隨意更改隨意放 原則是小朋友不吃的蔬菜 全一部放進去 對然後還有呢一個選一個蛋白質肉類 或是魚類放進去 就可以了 很均衡耶 對啊 我覺得晚菲這道真的很均衡 它除了好的那個碳水化物來源之外 你看蛋白質有沒有缺 你看它有鮭魚 它還有蛋 還有豆漿 對最重要的是晚菲跟我一樣 我都會把小朋友不吃的蔬菜把它弄細 對 我會弄成飯糰然後弄成煎餅 對這個又增加了膳食纖維的攝取量 非常好 幾個蔬菜你要去幫我去超市買菜好嗎 好 第一個要買花菜 花菜是什麼啊 綠綠的花菜 花椰菜 然後呢 第二個要紅蘿蔔 那個不是久了 對 然後第三個高麗菜 還有洋蔥總共要四個 四個喔 你們可以去幫我買菜嗎 可以 我要買四個菜 記得喔 記得嗎 你 你拿洋蔥跟紅蘿蔔 你拿花椰菜跟高麗菜 好 綠色的都給你拿 綠色的都給你拿 媽媽妳的腦筋不太好 沒有我腦筋不太好 兩個開始在地上 小孩生太多了 真的 要不連分配事情都會忘記 所以你看知道了喔 還不是問 忽然速度會慢的 對啊 定格了 定格了 還有什麼 花椰菜紅蘿蔔拿了 忘了洋蔥跟高麗菜在哪裡 洋蔥跟高麗菜 所以不知道我腦筋不好笑 洋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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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蔥在哪裡 洋蔥在哪一個 其實他們都認得耶 洋蔥 洋蔥 洋蔥就是剛才那個啊 沒錯啊 而且重點是他不拿洋蔥 那是蘆筍耶 那是蘆筍耶 那是蘆筍 圓圓的 隔壁的就是洋蔥 隔壁那個圓圓的 對… 沒有上面那個是洋蔥 對…這個是洋蔥 萌萌的那個 你看 你不要亂講 蘋果加進去 都有了 非常好 回來回來 好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來 上 上去 好 你上去 OK 謝謝 蔬菜都有了 哇 你好會買喔 那現在呢 很簡單 因為我們家 因為要切很久很麻煩 我自己帶了我們家那個 一拉轉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家也有這個 對 這很方便 很方便 然後呢 就切些 什麼都切一些 那當然看你的份量啦 如果你想要做多一點的話 你就放多一點 然後如果你要做個幾個的話 就份量就不用放很多 因為你蔬菜放了很多 而且我覺得這樣 小朋友都可以幫忙切菜 蔬菜的種類多 它可以攝取到不同的營養分 對啊 非常的好 而且重點是 它有這個器具之後 可以把每個東西都弄得小小小小的 而且你要弄多細都隨便 可是紅蘿蔔很硬耶 你弄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喔 好 現在的媽媽真的很幸福 以前的媽媽都要慢慢切丁 對 慢慢切 現在有一些器具就好了嘛 對不對 你就切大塊塊進去就可以 是 等一下 等一下還沒還沒 不是媽媽 很習慣跟媽媽媽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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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其實不太好拉 對 一開始不太好 所以一開始要讓小朋友幫忙的時候 先轉兩下 對 可以喔 可以啦 來 你先 有一個人要扶著 不能拿著 好拉喔 好 你好有力氣喔 厲害 好厲害 好厲害 OK 先換Rachel拉拉看 給Rachel拉拉看 換你女生我拉 可以 Rachel拉 好囉 好 你換力氣 哇 很厲害 你看多紳士還幫他 你看 對啊 對啊 這可以訓練喔 小朋友就是 這個拉法的話 可以訓練背力 背力 對 背力 對 如果你這樣拉的話 我告訴你 你這樣子拉 兩隻手一起 對 拉 對 對 然後背不要動 手對上 然後夾著 哪有從那麼小的去訓練 然後這個還可以 我跟你講還可以練胸的 練胸的 練胸可以做這個動作 對啊 就這樣 小朋友的 好 你看 這樣就可以夾到這邊 這個動作 媽媽 什麼事啊 David來試一次 你從小就可以練這個胸肌 這就跟健身房那個Cable是一樣的 有沒有 對 這樣來 來囉 對 很好 拉好了 拉好了 已經非常的 再練下去不得了 非常愚迷迷細碎了 看很香 對 我兒子女兒都會拉單掉 很香 做福利女神 好 所以好了之後呢 就把它全部都倒在這個道裡面 這太方便了嘛 他剛剛一塊一塊 現在已經變成 感覺可以包水餃了 他剛剛講說蘋果 我發現放蘋果進去也很OK 還滿搭的 對 也滿搭的 因為他剛剛這邊就是少的水果 對 那放蘋果就很好 我發現放蘋果進去也很OK 還滿搭的 對 也滿搭的 因為他剛剛這邊就是少的水果 對 那放蘋果就很好 好香喔 對 然後呢我們就把這個蛋白質 蛋白質放進去 好的 然後呢 加一點點鹽 糟米飯放進去 糟米飯放進去了 對 然後先攪拌一下 好漂亮喔 這個給我 然後呢再來一個就是呢 把蛋給打進去 好的 所以可以把我打蛋 會嗎 你會嗎 你打蛋嗎 因為殼不能放進去喔 殼不能喔 不錯喔 可以喔 好 可以 殼給我 可以 可以 好 來 擦擦手 你等一下幫我攪拌攪拌 好嗎 你幫我攪拌 我也要攪 然後呢這個 拌均勻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麵粉放進去 麵粉 麵粉放進去主要是可以讓它 把全部的食材成型這樣 麵粉是低筋的嗎 低筋的嗎 中筋的 中筋麵粉 OK 好 不能放太多 好了 好 好 放一點 然後呢加一點點豆漿 豆漿 對 因為麵粉還是需要一點點水分 我發現你們夫妻娘很喜歡用豆漿耶 對啊 豆漿可以做 食物性蛋白 食物性大多蛋白 豆漿可以做任何的食物耶 還可以 做豆漿 豆漿的 弄豆漿來做湯 其實一般來講 人家會加水 他用豆漿非常聰明 他又增加營養成分 增加蛋白質 對 而且我以為運動員 我以為哥洪哥你喜歡喝牛奶 就沒想到你都用豆漿 我喝豆漿比較多 好 來 喝牛奶比較少 來 綠犬你幫我攪拌攪拌 綠犬都沒有做到 來 來 你先把筆拿下來好嗎 攪拌攪拌 好 攪拌一下 好 攪拌均勻之後呢 它其實已經有黏稠了 只要它有黏稠狀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那個 鍋子裡面煎 那油不用放太多 那油呢只要用平底鍋 那一點點油 然後把那個鍋面給 抹一抹 讓它不會沾鍋就可以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 來 輕冰箱 攪拌好了 對 家裡有什麼菜就放什麼菜 你只要把冰箱裡還沒有 還沒有用的菜 全部把它丟進去就好 那有時候我們飯又吃不完 對 燒米飯因為吃不完 隔天不知道怎麼辦 就把它這樣做 然後呢就把它 挖成一坨之後 放在油鍋裡面 然後把它成形 然後弄成圓圓的 做好之後兩面煎成 那個熟 熟的外面 金黃色這樣 金黃色這樣就OK了 煎好完之後呢 就是這樣 看起來像米漢堡 其實 而且重點是小朋友 有時候吃東西 吃了整桌都是 然後又吃了慢 可是你看喔 他們如果藝人拿一個這樣 非常均衡 而且也不會弄到家裡髒兮兮 我覺得製作單位對你不公平 因為你剛剛輸出的那個照片 太像 就是 太寒酸的感覺 很像是什麼 沒煎好的菜脖呢 沒關係 對 可是問題是你那個成品 其實很漂亮耶 現場試吃 才是最真實的 才是王道 但這我還有一個殺手劍 我還有殺手劍啊 你看喔 一個這樣的 一個這樣的米漢堡 你可能小朋友會吃 覺得它是真的很好吃 但是色香味俱全嘛 你還要漂亮了 怎麼樣漂亮 小朋友來 這小朋友他會很喜歡吃 自己動手做的 哥宏剛剛自己有動手做對不對 這邊也要讓小朋友自己動手做 所以你叫學文 它圓圓的 是不是像一個臉 對 它可以有頭髮 有眼睛 有嘴巴啊 通常我們在家啊 就是做這樣的 像做這樣的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它做成 比如說 超人的臉 超人的臉 你可以把它做成 我們家小孩很喜歡超人系列 什麼蜘蛛人啊 什麼人 然後我們就把它變 變成這個人 然後說OK啊 你自己發揮你的創意 你想要讓他變成什麼人 就可以變什麼人 對啊 小朋友自己做完之後 就全部把它吃完了 是 又可以玩 然後又可以吃 真的很聰明 你要讓他們做做看嗎 對 好 那你讓他們做做看的同時 營養師幫我們分析一下 他這道料理的營養成分 營養成分是非常均衡的 就是有好的主食 就是糙米 然後好的蛋白質 就是蛋跟鮪魚 還有蔬菜多種類 吃到不同的植化素非常的好 那剛剛那個小朋友給我靈感 再放個 如果再放個蘋果進去 就好均衡的一個米漢堡 因為它就是擦水果 對 就擦水果 桌子很乾淨了對不對 好 你看我們剛剛跟那個 叔叔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隨時 隨時保持乾乾淨淨 不要隨便亂叫小孩攻擊病 馬蟻會冷來 非常好 桌子沒有保持乾淨 馬蟻會來 對 超乾淨 來 它這個如果說沒有把蘋果放進去 你旁邊再給它一個牛奶 然後再加盤水果 或是把水果放到牛奶裡面打 就非常均衡了 所以它可以當主食 它這個可以當主食 一個小朋友大概可以吃兩片 對 可以當主食 這個連我都想吃了 很好吃 好香的耶 我先聞聞看 這個海苔呢 你可以幫它做頭髮或是眼睛 你們發揮你們的創意好不好 你讓我們做做看 對 你們自己來做做看 好 你們做這個好了 好 韓菲真的很有媽媽的櫃子耶 真的耶 它這個動作都好俐落 速度很快 你知道蝦裡面在做飯的時候 小朋友就是在旁邊這樣亂 對 所以你會讓小朋友進廚房的 會啊 因為這個就是可以親子一起料理的時候 但為什麼老公不能這麼做 因為小朋友可以受控 老公不受控 老公不受控 小朋友受控 他畫爆龍 他畫好多恐龍 其實現在外面有很多那個 商店啊 都有那個做 做眼睛鼻子嘴巴的那些 器材 就是一壓一壓就有了 真的啊 因為我們常常 你知道做媽媽真的很辛苦 有時候呢 學校呢要說我們今天戶外教學啊 媽媽要做那個便當 對 你知道現在媽媽好瘋狂喔 很辛苦 知道日本便當有多漂亮嗎 對啊 我幫你保管快點 日本便當有多漂亮 小心喔你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那個 日本便當的那個給西 對 上面有好多小旗子啊 小叉子超可愛 是 知道媽媽小朋友就說 媽媽我也要那個媽媽做的那個便當 媽媽不能輸 媽媽壓力好大喔 真的媽媽不能輸 媽媽都五點鐘就起來做便當 你知道很辛苦 好 那現在晚菲姐在幫我們裝飾這個的同時呢 我們待會兒裝飾好了之後 讓攝影師來拍一下 那接著下來 我們下一段 就要請我們的小小美食家上場 要來進入試吃還有評審的時間囉 好的 到底今天呢 是由劉爸爸帶來的 要PK上的是 王媽媽的糙米鹹餅 誰會獲勝呢 馬上趕快來試吃囉 選我 好 來先試試看這個 好不好 然後來囉 開動 好 我發現Ryan很喜歡把飯把它搗散了之後 他很討厭看到那個飯是一坨的是不是 那你先吃一口 儀貝姐給你吃一口好不好 好 你自己吃喔 你自己吃 好 Rachel 吃得很開心 對 我覺得吃得最開心的是Gavin吧 Gavin好吃嗎 好吃喔 什麼Gavin 他給予很高的評價的感覺 氣暗投明 氣暗投明 對 好 哪裡有暗 他們幾乎每個都會說好吃 他們幾乎沒有 我不會說不好吃 有甜甜的嗎 有 有甜甜的對不對 他們通常都會說好吃 但是最後票不一定會投給你 到底都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子 沒關係我們有精神上獲得的鼓勵就是 Ryan 他剛剛只有吃一小口 他迫不及待想要吃下一個 Rachel 你吃了嗎 Rachel 好吃嗎 好吃甜甜的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吃一下第二道 We are teamwork 糙米鹹餅 好 第二道上面有海苔也要吃掉喔 好不好 好不好 OK 好 你看 每個小朋友吃飯的方式不太一樣 Rachel就是先把海苔剋掉 對不對 然後這個海苔不翼而非 抱跑到哪裡去了 已經剛剛先吃了 他剛剛已經先吃完了 他已經先吃掉了 對 吃不吃 怎麼了 很辣 辣 海苔會辣 喔 蕃蕃醬 我剛剛把他偷換成辣椒醬 為什麼 因為要獲勝還是要使一些小手段 等一下 你怎麼了 真的嗎 你真的換了喔 蕃蕃醬 那是蕃蕃醬 怎麼可能 那是蕃蕃醬 好辣 蕃蕃醬會辣 好吧 蕃蕃醬可能太多了 對 好 等一下 你要連下面的飯一起吃啊 下面的飯要吃 不可以只有吃那個 Rachel 不可以只有吃蕃蕃醬啊 這樣子好不好 要飯跟飯一起吃 這樣一口咬下去 好吃嗎 好吃喔 好 再吃一口有蕃蕃醬的部分 謝謝 再吃一口 好辣 好辣 不會辣 這是蕃蕃醬要連飯一起吃 沒有 小朋友會不會是看到紅紅的 就覺得是那個 這是蕃蕃醬 這是蕃蕃醬 可是你看Gavin 他全部都吃完了 Gavin 他Gavin 他兩個都全部都吃完了 Gavin你是真的餓喔 對啊 你有餓嗎 媽媽剛剛沒給你吃飯 很敬業 來自小客人 媽媽沒吃一個有蕃蕃醬的 怪不得 都吃了嗎 好緊張喔 好了 這樣看來我還是有獲勝 有耶 你有希望... 我們這是個很好的配搭 一個當甜點 一個就是當這個 對 尤其是四位小朋友 現在都吃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首先要來投票的之前 我們要問一下營養師 因為剛剛兩個也都吃了 對 我自己會喜歡晚飛的 因為它是比較均衡 然後而且 因為我覺得跟紅今天 他比較輸在那個 不是用在栗子南瓜 它那個南瓜味道不夠重 對 那晚飛又加上小技巧 又放了什麼 番茄醬 然後又用了那個小朋友 喜歡的那個 海苔 對 我覺得這是對小朋友來講 是無敵的 可是我講不準 要看他們怎麼選 但是所以妳會投晚飛一票 對不對 我會投他一票主要是 就是有那兩個殺手劍 還有均衡度又比較高 其實我也會投晚飛一票 你就是會做人 會說話 因為這就是愛 好落馬 但是我們喜歡 好 接下來就是投票時間囉 那個Gavin Gavin 你來姨佩寫這邊 而且重點是 他這一票很重要 原因是因為他兩個都吃完 對 而且他兩個都說好吃 Gavin 所以Gavin 你準備好了嗎 好 那我們就要投票囉 你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右邊是鹹鹹的那個煎餅 然後左邊是甜的那個 有南瓜的 好 你剛剛是哪一邊的 幫忙做哪一邊 右邊煎餅的 那我們就看你投哪一個囉 好 GO 你的煎餅 謝謝Gavin 謝謝Gavin 不是換你 來 我們換Rachel 好 來 這樣可以 好 換你囉 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你決定好了嗎 決定好了嗎 好 投票 好 去 他們會不會選他們自己做的那一組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們的小朋友其實都是認食物的 認食物 真的認食物 他們沒有在幫誰做的 真的嗎 對 可是目前為止好像是 他們兩個幫你做 換肉依了 換妳喔 我們一起 不能一起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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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輪流 好 輪流囉 Ready go 喔 他有甜食了 好 你知道為什麼肉依投你嗎 為什麼 他是我們所有小朋友當中 最愛吃甜食的 真的喔 他上一集不知道哪一集 就是前面放了一個糖 他就一直去挖那個糖來吃 真的 他是太愛吃甜食的小孩 所以只要有甜的 他一定投甜的 怪不得 Ryan 你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鹹的是哪一個 鹹的 右邊 左邊那個是甜的 左邊是什麼 甜的 好 這是你請坐的那個喔 好 你等一下刻意在拉票這樣子 真的 好 Go 投票 小孩真的是重感情 我覺得小孩沒有重感情耶 真的嗎 我覺得他們今天很重感情耶 我覺得應該是剛 因為他們兩個就是喜歡吃甜的 對啊 他們兩個就愛吃甜的 對 不過我覺得今天還滿開心的 因為我們本來是想要看到夫妻打架 沒錯耶 但是小朋友 就比手了 對 就比手了 就是小朋友很會做人情有沒有 所以就表示我們已經 平手 對 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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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就表示我們今天吃兩道菜 都非常適合的 是啊 所以無論是鹹的或是甜的 我第一次看到說 超品飯可以把它拿來做甜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試試看囉 我們就是娛樂 下次見囉 拜拜